中国大陆为什么想要拥有航母 就9596年飞弹尾机嘛 美国来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权 江泽民就不得不叫停了嘛 未来美国航母出现的时候 中国大陆就绝对派他的航母去跟他对峙 而且会离在中国大陆海岸越远的地方 就要跟你对峙 航母的最初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嘛 在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推荡 只要那个时机成熟 未来会进入吴大洋 现在就是要告诉人家 我就拥有航母嘛 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大鬼来看待 美国航空母舰不断在西太平洋 这一代出现 到南海 台海这边 中国都想做一些事 对啊 你来我家 我也迟早会到你家去 因为至少看到说在这次 我想说他现在到多远还不确定 可是至少已经看得到的是 大陆的航母发展到了某种成熟的阶段 所以现在看到说 中共海军航空大学学者叫霍武军 他在舰载航空装备发展学术论坛上 他就指出说 目前大陆已经建立起 独立自主的航母舰载机 舰机保障体系 那么下一步呢 将会着眼于未来的海军战略转型 航母编队 远海远域 遂行战训任务 而且会不断的舰全完善 所以你怎么看 未来解放军在建立起 这个独立自主的 就是刚刚讲说航母 舰载机舰机保障体系会带来的优势 我先这个 大家要谈他会不去印度洋 这辽宁号 这蛮有趣 我加入一下 这个辽宁号 他在海上航行的极限是45天 那他是9月18号出来了 那今天是10月5号 所以如果他要 他要走到印度洋的话 他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以他航程 对对对 航程没有问题 那当然就是 人员会非常疲惫 会非常疲惫 那我也认为说 他未必会进去 因为你要去那里 你想要宣誓什么 尤其在这个时候 我如果中国大陆 他不会说 一直要扮演非常强硬的角色 但有人会讲 你印度的舰队 都到了南海来了 南海叫做南中国海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军舰 不能到印度洋去呢 你来我家我就去你家 不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这样想了 也有可能 但是我的直觉里面 北京这个时候 大概不想做到这样强 因为这会变成一件大事 这会变成一件大事 而且不是挑在这个时机点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的整个未来来讲 都越来越成熟 我认为有两个意义了 第一个我们先想了 就是说中国大陆 为什么想要拥有航母 就9596年飞弹尾机 美国来了两艘 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江泽民就不得不叫停了 就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意义 基本上还是军事的 就是说未来台海 或者是中国大陆 或者是南海 或者是东海 发生了重大的这种 大家僵持的这个问题 然后美国航母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大陆 就绝对派他的航母 去跟他对峙 而且会尽量 你在中国大陆 海岸越远的地方 就要跟你对峙 我认为他 他建航母的 最初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下次再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推浪 因为你有航母 我也有航母 到那个时候 第二个我觉得航母 建航母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要做什么 就是宣扬国威 有点像正和下西洋一样 那正和下西洋 坦白讲 在当时就是一个航母 对不对 就是最大的一个海上 人类海上最大的武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他未来 会进入 会去吴大洋 比如说太平洋的深处 会继续往前走 也会到大西洋去 那印度洋 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认为所有大洋 在只要那个时机成熟 以及他认为有必要 利用那个时机的时候 我就落台回去 他现在就是要告诉人家 我就拥有航母 我就是个大国 你不能再用 每个国家 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要满足他心理上 我就是个大国 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大国来看待 对 那我的感觉就是 你美国航空母舰 不断在西太平洋这一带出现 到南海 在台海这边 不断地出现 那我认为中国 倒想做一些事 就是说 对啊 你来我家 我也迟早会到你家去 所以说大国之间 比的就是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 还有一个科技实力 日本防卫省 在10月2号表示 中国大陆航母辽宁舰 在菲律宾西太平洋 持续活动多日之后 在画面当中 这个路线图 给您提供看看 那么进入了 这个菲律宾南部的 苏拉威西海 准备要进入印度洋 如果辽宁号 最后是真的 经过这个苏拉威西海 再经过 旺加西海峡 或者是龙母海峡 这会是中国大陆航母 第一次进入印度洋 而整个大陆航母的编队 在中间 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 除了辽宁舰以外 还包括了 055万顿级的 导弹驱逐舰 安山舰 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 乌鲁木齐舰 成都舰 还有淮南舰 另外就是901型 综合补给舰 乌伦湖舰 好 现在看到 辽宁号的航母群 如果首度 如果真的是首度 进入印度洋 那对于中国大陆的海军 跟航母发展来说 它代表的象征意义 以及它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报导 基本上来讲 没有什么根据 而且那个判断的思维 也不太正确 但是大家跟进 报导有很多 因为你今天要远赴 印度洋 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直接就 直的对着印度洋 它不会在 这时候是 这个菲律宾海那边 绕来绕去 不是 它在那边演练了 十来多天 这时候应该是 就是说按照我们 舰队部署的 这个周期而言的话 以及它所跟随的 这个就是 呼人呼号的 九冬邀行的 就是补给舰 它所能够 因为它要来回穿梭 不断补给 那假如它没有来回 穿梭补给 它能够支持它到多远 这个都很明显 可以算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雨晴 被心中内心的 莫名其妙的渴望 去驱动乱写这些新闻 不如好好拿起笔 来算算 它到底 这个脚步能走多远 它走进 另外这个苏拉维基海 是印尼的称呼 这个地方也叫西里伯斯海了 但是从那个地方 穿越那个巴拉旺下面的 巴拉巴克岛下面的 那个巴拉巴克海峡 到达这个 就是说南海那边活动 其实以前 这个山东建的 那个编队 就已经做过这个相似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不是它第一次 经过这边海域 但是你说这边急转直下 然后穿越龙木海峡 然后到印度洋 我是觉得那个就相对的机会 就是说并不是那么高 这种承平时机到那边去展示兵力 政治的威望会让很多 就是说傻乎乎的军迷 这个哇 非常的激昂 但是真正战略意义却不是有那么多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缺乏这个长久可以经营的 就是说后勤设施跟 可以去那边远洋部署的港口 除非他说他今天是纯新进入了印度洋 然后指使到这个就是说 红海人的旁边那边经营的 就是说现在在那边的吉布地的基地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这个即使有这个综合补给舰 那个跟着 但是他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决 所以我是觉得 虽然有很多人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我还是这边要非常的 这个不好意思的要浇下这个冷水 这恐怕这个讯息并不是太倔实可惜 从他的路线来讲的话 这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海上的测试 对不对 对都是啦 这些有船有兵就要练兵 你想真的要去印度洋 不会在那个就是说 菲律宾海练了十多天 然后再去 搞到就是说应该 这个人啊 就是说你能够就是 他已经到达他任务执行了 慢慢慢慢到达极限了 你这时候再去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OK 不过现在这个辽宁号航母编队 说接下来会朝着印度洋 要航行多远 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不过我们若回顾 2021年2月 就是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 他曾经就传达 他期待这个中国航母 能够访问巴基斯坦 而且和八国的海军 来进行联合演习 所以说中国大陆在南亚的 这个巴铁兄弟 也就是巴基斯坦 那么未来真的很有可能 会成为中国大陆航母 第一个到访的印度洋国家 不过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最不乐见的一定是印度 所以如果真的 辽宁号到巴基斯坦的话 对于印度海军在南亚 一直以来说 独霸的这个局面 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大臣您觉得 印度也没有独霸这个南亚 对 印度洋也不是他的天下 印度的海军 控制印度洋的能力 是很有限的 就是区域性的 印度洋很大 不是他的天下 那独霸 基本上还是美国跟英国 对 那甚至法国 印度洋这个 有法国最大的海军基地 这个牛尼旺 它是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对 然后这个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当然巴基斯坦是希望 中国大陆能够展现一下 他这个在印度洋的实力吧 不过其实就 辽宁号来讲的话 辽宁号他不适合动力的 他是传统动力 他是要烧油的 对 这个他的续航能力是有限的 你来回一下的话 你中间要加油的 然后你还要补给 对不对 那所以你光一个 所谓的补给舰 跟着他跑 是不够的 那那个过程中 那我觉得在技术能力上 一下就跑巴基斯坦 就绕到这个 绕到这个 这个 这个印度的 西边去 巴基斯坦已经很靠近 这个波斯湾了 这个地方 那地方是相当敏感的一个区域 那中国大陆去的话 你要 你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不是说这个什么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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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目舰队 去 这个是我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这个 恶意 就是说海上力量 可以投射到那个区域 对 因为这个 基本上我想如果中国大陆 派这个 这个 辽宁号去一趟 这个巴基斯坦话 那对跟印度的关系 有什么好处 现在这个跟印度关系 你是要继续威责它呢 还是说你 基本上把这个 这个关系 把它稳住 因为印度人也是不太理性的 也会又跳又叫的 有这个必要嘛 所以 以全球观点来看 现在应该是太平洋部分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是比较重要的 那你可以看出来 大陆现在已经往白令海峡走了 那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选择 因为白令海峡 事实上旁边就是美国的领土 阿拉斯加 要对美国的领土进行直接威胁的话 那白令海峡是最快的 也就可以让美国 你起码对中国大陆这种前进部署 你会发觉中国大陆力量 也可以到你的领土的时候 你得往后拉 那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从战略角度上来看 这整个的说法 我觉得是符合日本人的期望 这个报道是 这是日本人的评估 日本人评估说 现在在菲律宾演练完了 下一个就要去印度洋 这是日本人的评估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日本人的想象 他希望中国大陆 overstretch 就是说 你把你的力量伸张得很大 然后你得不到什么战略的好处 现在去战略威胁 印度的话 说实话在喜马拉雅山就够了 对 在喜马拉雅山修好公务 然后把这些战斗机放在那边 然后新的这种 3D作战的坦克部队放好 我想就已经符合中国大陆 对印度的一些 那你真的要派一个航母去的话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 这个张老师是专家 这么大一群去 结果都没有一个是核动力的 你中车又要加油 你又要加很多这些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知识体大 除非像那个龙飘飘一样 巡回作秀 孟加拉 斯里莱卡 每战都停 那还有点可能 对不对 大陆航母不见号 日前完成了围棋 20多天的第二次海事 返回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场 我们要来看到 根据这个卫星照片显示 福建号第二次的海事进行了 急转弯 Z字形的转向 还有海上大道车 这些大家看了很关注的这些动作 好那大陆航母不见号 这次试航的地点 是选在这个 您图卡上看到 在黄海的北部 我们要请大金哥帮我们分析了 说这个 选在这个地方 是有什么样的玄机吗 还有它这个 海上大道车背后的目的 秀这一波的目的 其实中国大陆要建造航母 或者是组成航母舰队 它最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要像美国一样 对什么远洋去投射兵力 中国大陆从头到尾 它就没有打算成为全球的霸权 去掌控全球的秩序 那是美国干的事 所以当中国大陆在这个 积极地在发展 它的这个航母战斗群 它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就是为了保护 自己国家的利益 跟国家安全 那现在看起来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这些航母在做一些 这个演训跟操练 大部分在做的 其实都是这个 反介入跟区域聚集 那反的是谁 就是美国 讲直白的就是这个 它就是避免 如果台海一旦发生冲突 美国它要阻挡住 来自于外边的 这个介入的力量 就是对北边 对北边来说 当然就是黄海 这是一条重要的防线 关系到 美国在这个日本 冲绳的这个兵力部署 在南边就是巴士海峡 所以那在东边 当然他们也曾经 做过类似的这个演训 所以你看它三边 摆了三个航母舰队的话 它就可以有效地去隔绝 来自于美国 介入的这种可能性 当然美国要介入 你说从来自于西边 从关岛 从美国自己的 什么西岸的海军基地 那恐怕要很久 那大概要两个礼拜以后 才会到 但是至少 你北边跟南边的 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 北边的话是随时有可能 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到了 南边现在美国 还没有完成部署 所以在菲律宾那几个基地 这个美国还在部署当中 所以短时间之内 大概也还不至于会有什么样的激动的力量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 它的航母不断地在这三个点 做演练 其实目的就很清楚 那某种程度也是要告诉你美国说 我也有这个能力 就现在美中未来必将一战 其实我相信这是中国大陆 跟美国军方双方共同 都可以认知到这一点 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刚讲 那个帕帕罗讲的话 帕帕罗讲的话 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害台湾 大家想想看 帕帕罗你现在说来放话说 你要把台海变成什么 无人地狱 你连几架无人船 你到底有几艘无人船 你有几艘无人潜艇吗 拿几艘出来看一看 到现在你们还在研发 你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居然告诉我说 你要把台海变成无人地狱 那你不是逼着 中国大陆动手吗 你现在就是告诉中国大陆说 以后你如果现在不动手 以后台海就变成无人地狱了 你以后来就要面对我 成千上万的无人机 成千上万的无人船 成千上万的无人潜艇 不是如此吗 所以我才说 帕帕罗在干的这件事情 就回到了当时习近平 讲到他的认知 讲到我们现在台湾 街头巷尾 随便哪一个路人甲乙 都有的共同认知 就是美国就是希望 用台湾去引战 引北京出手 然后来弱化中国大陆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现在在所做的一切的部署 目标都已经很明确了 你说他这个部署是为了 这个解决南海问题吗 看起来不像 因为他在黄海 他在巴士海峡 他在这个太平洋上 他并没有大量的在南海进行演训 而且讲实话 南海的主权问题 这些小国家也不需要 他派航空母舰战斗军区 但是这些东西摆在那里的目击 就是很清楚了 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么以防海海真的一旦发生冲突 那么他有绝对的能力 去阻挡来自于外边的 美国的军事力量的介入 那这对台湾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他不断地在演训 一次演训 两次演训 三次演训 大家就说狼来了 反正就是狼来了 可是大家还记得狼来了 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吗 就是狼最后真的来了 就好像俄乌战争一样 俄乌战争到开打前 最后一天你去问基辅街头的人 他还跟你说不会打 我们这几十年来 俄罗斯就是这样 绝对不会打 第二天就打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台湾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 就是你今天看到美国在玩什么把戏 你看到帕帕如在讲这个话 然后你在看到 中国大陆在做什么样的部署 难道你真的不觉得 我们离战争越来越近了吗 那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真的要做出明确的抉择 是 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次海事上来看到 在进行这次试航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关心 包括一出海的时候 就来一个最小半径的 急转弯大飘移 展现了这个气势 但是从这个卫星图显示 初级这个转弯的半径 只有3.4公里 这个半径越小的话 代表说它的性能越强 好 我们看到这次海事的时候 加速八字都是在测算 这个战术旋回圈的这个角度 那这一次福建号它的表现呢 大家在说 有没有可能是要因应美军舰艇 来碰瓷再做准备 干个你怎么看 碰瓷在海上 是不定时 经常都会发生的 那今天福建号 它是一艘具有非常大的 时代意义的一艘 新锐舰 你现在看到它在黄海所做的 因为黄海比较宽 他们进入到黄海 才能够做大动作的战术演练 它现在做的都是 非常重要的战术动作 包括什么 支字形 以支到于八字形 甚至快速倒车 倒车 然后我们还 昵称说是甩尾 这些都是 一艘战略武器 正在进行的战术动作 航空母舰一定是战略武器 那是从大方向来看 可是它在做这些战术动作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 跟世界级的航空母舰相比较 就是美国母舰 我所知道的数据是 美国的航空母舰 不管是福特 福特前面的布希 布希前面的雷根 这几艘航空母舰 他们在海上测试 至少超过一年 那我们相信 福建号也要超过一年 但它那个战术科目 是一定要做的 也就是非常小的转弯半径 为什么 要回避潜艇攻击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它可以做到3.4公里的 这么短小的半径 因为美国母舰 大概也只有5公里的限制之内 所以我今天就要说一句实在话 那你福建舰的功率非常的高 你的引擎出力非常的好 美国母舰都是28万匹马力 福建舰也达到20万匹马力以上 我今天要先跟各位讲 一艘8万吨的航空母舰 是碰到美国航空母舰 可以等量奇观的那种状态之下 你就会觉得说科技的要劲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看福建舰 它是三条的电子弹射轨 然后福特号是四条的电子弹射轨 好像福建舰少了一条 福特号多了一条 对不对 但不要忘了 只要一坏掉的话 那福建舰它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因为美国母舰 它的动力系统是联动的 那当然它有一个优势 它是核子动力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福建舰它现在就在处于说 最大的测试阶段 今天如果说它的电子弹射的系统 完全以后成熟之后 它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接上了核子动力 而且第四艘国产航母 即将进入核子动力 直接跳过 又跳一带 现在我要特别讲一个观念 什么叫跳了一带 其实我们就说 大陆的航空母舰福建舰 跳了两带 为什么 因为前面那艘山东号 再前面叫辽宁号 对不对 都是属于 这个就是说 滑跳弹射 滑跳弹射 来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歼15型 歼级15型 那个战斗机 它是从航空母舰上面起飞之后 它因为没有蒸汽弹射的辅助 它只能靠它自身的动力 加上航空母舰最后一段 它可以跟着滑跳的飞起来 这样子飞起来的话 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本身的舰载武器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 恐怕会对飞机的生力 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就是滑跳甲板 滑跳甲板是第一代的 那第二代的话 你应该要采取跟美国一样的 叫做蒸汽弹射 蒸汽弹射就是它是用非常大功力的 从引擎收集的蒸汽 然后压缩 压缩蒸汽到了甲板上面 可以使一架25吨重的飞机 瞬间产生2万牛顿的力量冲出去 然后冲出去的时候 它就直接可以升空了 它可以全载 它可以全载 全倍重量 歼15可以载到8吨炸弹 8000公斤的炸弹 可是在山东号做不到 现在在福建号上面就做到了 我做给你看 真的可以把整架全载重量的飞机 给弹出去 所以我说今天划时代的进步 它从滑跳弹射 到蒸汽弹射 到电磁弹射 它直接舍弃了蒸汽弹射 直接进到电磁弹射 你说它的进步 有没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真的是意义非常的重大 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吴建号 它仍然在进行战备 以及成熟的演练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进步 你就会觉得说 将来再配上核子动力 它的能力将会是无远佛界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刚刚说过了 8万吨去兑10万吨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字面上 没有太大的意义 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最大的意义是说 它有32面的有源相控雷达 像美国最先进的 叫做朱瓦特 驱逐舰 它就配备了功率非常强大的 有源相控这些雷达 那我们的海军也是现在 在慢慢的进步 也就是神盾系统 也要 那你说福建舰 它福建舰它为什么 它竟然可以配置到32面 哇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因为福特号只有12面 而且福特号的那个有源相控雷达的 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逆踪的性能不好 现在现阶段虽然说 福建号它只能够载60架的战斗机 那福特号可以载75架战斗机 还是有段距离对不对 可是这一段距离 我可以跟各位讲 是非常容易就会被中国所超越 那只是假以时日的问题而已 那我们现在还要再讲到什么 我们还要再讲到最重要的就是说 好 现在我手上拿的是F-35战斗机 F-35战斗机 它的外观跟未来中国海军会配备的 F-35战斗机 其实外观是非常相似的就对了 但是呢 这个F-35战斗机 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美国现在遭遇到多大的困难 800项软体就是缺点 到现在还在改 为什么 因为软体是美国最重大的那种 就是说我要战胜你的智慧财产圈 所以在这方面它不断遭遇到问题 所以大家要晓得 现在在那个上海的长星岛 F-35战斗机的那个测试已经到一个段落 它很快就会上到了福建号航空母舰上面 如果说它的电磁弹射的系统跟福建号 跟很紧密的可以搭配的上来的话 那它很快就会形成真正的战力 因为一般而言 通常航空母舰出去测验要三年 三年以后才能够成军 每一艘都要 你知道福特号花了几年吗 福特号花了八年 福特号花了八年到现在才有 福建号才刚刚完成 到它现在下水去测试 还不满两年的时间 它可能到了第三年 它就可以正式成军 我想请问你 这种代差谁能做得到 这种科技的要劲 谁能够做得到 而且福建号将来还会再配备什么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的 就是空中预警机 当它的空中预警机 它会配备空警600 那跟美国的E2T 我们中华民国也有E2T 是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它的征收范围 加上它的32面的有源相控阵列雷达 可以让整艘航空母舰的巨子 也就是攻击能力 无远佛舰 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讶跟惊艳 这只是假以时日都会成真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是不是会出现 要准备开始动工打造 它们第一艘的核子航母呢 是这样的 因为解放军呢 目前大家知道 它们的海军有三艘常规的动力航母 包括了山东舰 辽宁舰 还有福建舰 那最近的一个消息是说呢 大连的船舶重工集团 已经完成了核动力航母的设计图 在2022年的年底呢 公告了航母设备的标案名单 那其中呢 就包括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 核反应堆子系统 就是相关的一些包括核子航母的一些设备 或者是一些系统的标案 香港的军事专家叫梁国梁 他就因此推测 他说中国大陆呢 今年将会动工开始建造第一艘核动力的航母 以一般建造这个航母的周期 是六年来计算的话 预计在2029年 很有可能解放军就会完成 而且拥有它们第一艘的核子航母 我请教文家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说 依照这个香港专家的分析 如果今年动工表示说 大陆在建造航母 尤其是核子航母的这个技术 跟实力上面是有所提升的 但目前刚刚讲到这些标案呢 都是跟设备 或者是系统相关的内容 那这是不是代表说 目前呢 是采取一个化整为零 再一点一点的去建立 打造核航母的能力呢 这个航母呢 其实你看 将近 你看福特奥将近十一万吨 这么大的工程 其实 这也没那么容易 立案是没问题 那比如说 我现在发现到这个苍江的一个零龙一号 它这个小型的这个 小型的这个模组化 核子这个反应炉 现在也在运作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个最核心的核心 现在启动了 因此呢 我觉得在今年会开始 建造这个航母 其实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核心的 可能还没可以启动 可能就是周边的这些船体 可能是启动 但是这个 我觉得最核心的 这个还没有开始 我请教军事专家 孝伟雄 这个核子动力航母 加入解放军 海军的这个阵容里面 它代表的意义是 它现在之所以要 那个做航母舰 如果要走向核动力化 很大一个部分 其实就是要因应 它现在在世界上 还没有足够 那个整补基地 或者说是 能够给它提供补给的时候 那它又需要用 核动力航舰来 因为才有足够的航程 比如说你看 它现在到了印度洋 它到印度洋 只有巴西坦可以给它补给 但它从整个 从南海绕过 绕到巴西坦 这一段路就相当的长 甚至于你有可能 就没有办法得到 足够的相关这样的补给 那这个时候 核动力航空母舰 它自己自身的 这样一个航行的能力 以它所带的油料 可以给它的 分给它的护航舰队 就可以让它能够 持续在海外作用 所以它要不要做 核动力航空母舰 很大一个原因 还是它将来 要如何的使用这些 它的海上的这样一个武力 所以您的提醒就是说 除了发展核动力航母之外 其实也在同步的建立 它的海外基地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除了航母之外 也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潜舰的部分 因为去年11月 美国五角大厦 发布了一份军力报告 就是中国军力评估报告 这几天又受到了 美国媒体的重视 因为路透社就报道说 根据这个报告的内容 中国大陆有6艘 晋级弹道飞弹和潜舰 持续接力的从海南岛到南海 进行几乎没有间断的 这个巡航任务 而这些潜舰配备了巨浪3 洲际的弹道飞弹 射程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这么远 解放军的和解舰 在南海持续的巡航 但除了对AUKUS 持续的施加压力之外 也凸显出了解放军 在后勤指挥控制跟武器 这些领域上面取得进步 这些进步的 所谓的对于战力的提升 指的是什么 其实主要就是说 它要对美国形成一个 可信的一个核报复能力 因为今天你要对美国 进行核报复的话 当然中国大陆 它自己本身已经有像 现在东风41 这样洲际弹道飞弹 但是能够 但洲际弹道飞弹 毕竟因为现在 以侦察卫星的数量来看 美国的侦察卫星的数量 还是远压过中国大陆 也就是说 你这些东风41 还是有可能在 还没有发射前 就被美军征获 然后家里吹火 但是对于美军来说 最难防的其实就是晋级 也就是094的弹道飞弹前舰 而且还搭配巨浪3 如果它现在做的作业 就是熟悉在海上 叫战略直斑 像我们现在在节目 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地球上有两艘 美国的弹道飞弹前舰 进行这种所谓的核武核 那个值班 一艘在大西洋 一艘在太平洋 它就是要二亥二级的 这个核动性前舰 它随时可以打 24枚的三叉戟飞弹 每一个三叉戟飞弹 大概可以装 1到11个弹头 大到小不一样 所以中国大陆它要的 其实就是要有能够 像美国这种 随时像三叉戟 弹道飞弹前舰 能够对它要进行 核爆富国家 随时的发动这样的核爆 现在对AUKUS来讲 我就必须要能够追踪 你的晋级潜舰 然后能够全时的掌握 你的晋级潜舰 在南海的这样一个航机 如果今天万一有冲突发生 或者冲突深入提升 这时候晋级你从南海 你是打不到美国的 所以你一定要穿越巴士海峡 或菲律宾 然后到达菲律宾海 或甚至越过第二岛链 到中太平洋 这个时候AUKUS 就对于他们来说 如何能够顺利的追踪 中国大陆的晋级潜舰 变成它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 要让澳洲买核动力潜舰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提高威辙能力 澳洲最近 提到说到AUKUS 澳洲最近智库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他们4月4号就办了一场 雪梨对话的研讨会 其中大家就关注到说 因为澳洲的国家情报处的处长 叫习瑞尔 他就表示说 印太地区势力的平衡 已经开始一个趋势 就是从美国 还有他们的盟国开始转移 然后削弱了他们的嚇阻能力 美国的技术优势正在消退 所以AUKUS的联盟 必须要共同合作 要集中资源 发展量子 还有超高因素的技术 才能够跟中国大陆的科技竞争 所以严老师 你怎么看澳洲情报处长 他的呼吁 他特别提到的是 你不集中资源的话 你就会被中国大陆的科技给超越 我觉得澳洲 他从70年代之后 其实他有一次在做一个 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debate 一个辩论 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亚洲国家 还是传统跟着英美走 那包括这个我们最近看到 他当时走向搞APAC这些 这个总理Kittings 最近也有一些讲话 他认为澳洲应该是 还是亚洲 不要跟中国一定要冲突的 但是毕竟 这个我们讲说 澳洲的白人 还是这个占多数 那么他们认同上面 还是Angelo Sakshin 所以跟着美国走 但是你跟着美国走 其实对澳洲来讲 他唯一的就是说 你要是去想到 他会认为他的安全受到威胁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几乎要打到澳洲了 对不对 大概只有这个经验 会让他想要去防止亚洲 新兴的 可是中国大陆 我不觉得会是对澳洲的威胁 那就变成是说 我今天因为要维持跟美国 跟英国的关系 所以我继续在这里头加入 那我觉得他们国内 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所以看起来 现在的这个总理Albinis 他至少没有完全的 说一面倒向美国 但是我觉得他们会 会是一个debate 会是一个辩论 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 花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经费 跟着美国走 还是说我们可以 找到一个不同的路 美国海军公布 新版30年造舰计划 希望在2052年 让美国海军 拥有总船舰计数达到 316艘或者367艘 最后实际的总船舰计数 取决于美国国会 愿意通过多少预算 这份计划也提供 三种造舰方案 分别是 A 316艘 B 327艘 C 367艘 那么根据了提案 AB两岸 没有实际增加预算 C案则是在 2022年预算基础上 增加75亿美元的预算 天安当中特别强调 需要在工业基础 能力支持的状况下 但是C案尚未经过独立评估 在美军撤出 阿富汗拒绝出兵 乌克兰之后 美国海军新版的 30年造舰计划 有什么政治意涵 美国军工厂业 可以负担得了吗 您请问国委员 这个很难想象 美国可以规划一个 30年的计划 因为政党偏好又不同 因为海军 比如说本来 美国的海军本来 是有一定的计划 可是比如说发生 911反恐 整个重心转到反恐 那就转到要去抓兵拉登 所以后来技术跟预算 就大量投入伊拉克 跟阿富汗 所以你怎么去预期 未来30年内 不又有类似的意外 所以我觉得并不实际 那即使是到367艘 那也是远远落后 中国大陆的建树 因为中国大陆 一般估计到2030年 恐怕就会超过400艘 所以这个就是现实的问题 因为他要淘汰的建树太多 所以美国国会的意见是 你为什么要淘汰这么快 所以美国国会有一种意见 认为说你故意 把这个标准拉高来淘汰 是不是就是要方便自己 制造新的军舰 所以他们有一些意见 就认为说应该要将就着用 不过国委员船舰研议 是不是一个选项 当然是 这个就是国会的意见 所以因为他觉得 他的烧数不够 所以就说你为什么要 比如说你这样 2024要除役13艘 明年要除役9艘 2025又要除役13艘 然后两艘航母要除役 那这个国会就有不同的看法 新版的30年造舰计划当中 有一个或许会影响 美国军力投射的关键要素 这也是国会曾经质疑的 退役速度 快于建造新舰的速度 在美国的30年造舰计划中 预计5年内退役53艘主力战舰 其中包含两艘尼米兹级航母 我们看到美国海军 大举退役战舰 甚至还包括两艘航母 在几经权衡之下 美国可能会减少哪些地区的兵力投射 我们进一步请问 杰大使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 他这一次的计划 其实是跟他的兵力总部署 是相连的 那当然就是说 随着这些各种武器的发展 当然海军舰艇 他在作战中 他的重点跟他的重要性 也随着改变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以现在美国来看的话 美国一共有七个舰队 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还有一个第十舰队 那这里面来看 他说他这个除了第十舰队以外 第二到第七 基本上他都有各自的防守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可能大概比较会 军力会比较缩减的 应该是照我们照这个整个 他的这个分配泰山 应该是第三第四 因为第三第四跟第五 第四舰队 因为第四舰队他所要的 这个所谓他这个 他所涵盖的区域 是美国的南部 跟整个南美洲 那这个区域在美国 现在整个的这个国际战略架构底下 他的重要性 可能相对其他区域 是相对减缓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 我认为可能美国也会稍微 会比较放松一点的 就是西印度洋及波斯湾一带 因为现在美国的整个战略的重心 现在有往印太地区 移转的趋向 那再加上这一次这个 俄乌战争 那么欧洲地区的这个战略地位 也相对的向提高 所以我认为大概可能会移转的 就是第四舰队 美国南部跟整个南美洲 这个区块的这个军力部署 那再加上西印度洋跟波斯湾 这一块军力部署 那比较会加强的话 其实美国也讲得很清楚 美国过去几年 在这个整个兵力部署的这方面 他过去有一个报告 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 一个兵力部署的报告 基本上 重点在太平洋第二岛链 也就是说最近几年 美国在海外军事基地建设 尤其海军基地 投资跟计划比较多的 一个在关岛 一个在澳洲 所以这两个区域 将来可以看出来 是美国在海军 他可能把别的地方的这些军力 重新部署的重点位置 那么为什么不部署在第一岛链 这个外面有个说法就是说 现在美国可能战略上 他可能的重点会 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 这个地方是他海军 比较愿意部署重兵的 因为第一岛链之内的话 内部的话 甚至第一岛链 往东走的话 都在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导弹的打击的范围里面 所以美国现在可能将来 就是说他重新调配兵力部署的话 可能会看起来会加重最多的 大概就是关岛到澳洲这一线 好 美国会重新来调整 这个军力的部署 那么可能会有空缺 但是中国大陆的海军 反而日渐成熟 预计2022下半年 解放军的第三艘航母 就会正式下水 有别于辽宁号与山东号 使用滑跳式的甲板 尚未命名的第三艘航母将会使用 电磁弹射装置器 我们知道辽宁号是以训练舰为主 山东号则是重点部署在南海 那么中国大陆第三艘航母 可能会部署的地点在哪里 搭载的电磁弹射装置器的第三艘航母 又具有哪些优势 我们就要给张静大哥分析 我想电磁弹射的这个技术 虽然是先进 但是它基本上的话 学历你已经看到这个 中国大陆做磁服列车 做得很好 它其实用的物理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究竟这个 就是目前所看到的 这个卫星的照相图 究竟是蒸汽还是电磁弹射 我认为要它真正出厂 你才这个知道 那电磁弹射跟对比蒸汽弹射 每次蒸汽弹射这样弹射完 大概要耗掉 就是以现在美国的系统 要耗掉600多公升的这个蒸汽 所以像这个样子的状况之下的话 它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损耗 另外用蒸汽去弹射的话 它只能在某几个重量 某几个档次去弹射 而且它的加速不是恒长的 那因为它是用气缸的 你刚开始很强 但是后面的慢慢会衰减 但电磁弹射是一个恒定的加速 所以它的功率也比较大 而且这个整个也比较稳定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弹射 就是电磁弹射 我认为这个还要观察 但是我倒是想补充一下 前面所谈的有关美国的军力数量的问题 我想要有几个观念 第一船是活的 今天可以东挪西挪 所以哪边 对有事的时候全部集中到那儿 没事再把它收 所以它是全球性的部署 第二我们去评断一个兵力 要有四个指标 数量质量 这个组合跟整合 所以就美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舰队的水准 整合可能全世界一个 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赶得上它 但是质量跟数量呢 它真正的问题是不光是预算 还有它本身的造船工业的能力 所以它现在因为为什么它这个就是船 这个用这个冰拉不开栓 这很多船进场 应该只修18个月 最后弄了24个月 所以弄的每个计划都延宕 而且新的造舰计划无论是滨海战斗舰 或者梦幻型的新型驱逐舰 各个都受到严重挫办 这才是它真正到了最后拉不开栓的原因 美国的军方跟我们台湾的军方 现在对于台湾的防卫概念 跟防卫战略 有了很大的一个起义 就是说美国这一阵子 过去一阵子 美国很多不管智库也好 甚至军方人都希望台湾怎么样 变成一个刺猬岛 变成一个毒蛙 也就是说 在整个的战争进行方向 未来的两岸战争 要希望进行岛内决战 也就是这种巷战 就跟这一次Aster来台湾一样 所以美国第一个对台湾 一直有很大的抱怨 过去年就是说 你的后备系统不行 你的后备系统不行 你就没有办法持久战 打这种城镇的持久战 那所以在这种战略构想 美方的战略构想之下 跟现在台湾的军方 现在是哪一派获胜 台湾目前这一派 是所谓远程打击派 也就是说 直接要对大陆 能够产生攻击威慑的这一派 所以就跟游锡坤上前 我现在已经有飞弹 可以打到北京 这一派 现在我觉得在台湾的 国防部里面是主流 其实台湾过去有一个 这个已经退役 这个蔡英文上任就退役的 这个参谋总裁李喜明 他是属于一种 就是所谓 所谓的就是本岛防御派 他曾经主张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国民防卫队 他的整个所谓整体防卫 国民防卫队就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后备部队太差 所以要在各个乡镇把青年这个组合起来 三不五十可以以军事训练 这样到战时的时候可以动员 全民动员 然后全民皆兵 所以这是他的概念 另外他还有 他又被他的名字叫小艇派 他主张一种 这个围形突击艇 就是说等这个 这个共军 入境 靠近台湾 公务的时候 用这围形突击艇 每个上面都有飞弹 然后来进行这种骚扰战术 他这一台说法 他就是说 李启明比较受到美国方面的青睐 那反而可是问题 他这条主张 现在在我们这个国防部里面 是已经被排斥掉 所以现在军售是以这个方向为参考吗 问题就是说 李启明的想法 看起来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的 那问题李启明的 这一派的这个防卫概念 跟他的防卫战略 现在不是现在民进党主政的这个军方 这一派想 民进党主政的军方是想做远程打击 也就是说 比如说 这个民进党国防研究院的苏子云 他说 我们发展长城的攻击战略 我们可以打到这个500里800里 100 1000里 这个不是攻击 是防卫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我们是不会做第一级打击 可是这种讲法的话 可是就美国人可能听不下去 因为美国基本上希望台湾 台湾的整个 未来的台海的冲突 在形态上 在范围上 在规模上 完全由美国人来掌控 这个我快速请教一下委员 就是说 我们看到 刚才大使也讲的 所以对于不对称作战的战略 美方跟台湾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个要听谁的 我补充一下这个大使 那个李启平后来到美国的 那个Project 2049 就是薛瑞福那个单位 那李启平事实上是呼应美国 那个远征前进基地那种战法 就是EABO 就是说要把作战的能量分散 到各个单位 那随时就可以起来 能够发动那个分散作战 那产生致命行为这样 那台湾以前的思考都是说 海上决战 登陆决战 最后才是岛内作战 那美国现在是 集中讨论岛内作战 所以变成是 各种致命的布局 都要在各方面 比如说巡逻维行艇等等等 那美国可能以后也会把一些 作战的能量 擅置在台湾各地这样 甚至欧布莱恩还主张过说 要把赤针飞针放在台湾 这战场完全就锁定在岛内了 就岛内了 欧布莱恩还是国安的顾问 说赤针飞针要放在台湾的派出所 所以为什么会衍生出全民皆兵 这种概念都是类似的 那苏子云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 我们当然希望战场不要在台湾内部 所以最好能够 海上决战 登陆决战 你不要岛内决战 岛内决战死伤有多大 而且那应该是最后一步才对 那是万不得已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想要说 那刚会我们用长城打击 那长城打击这种概念 美国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我跟你讲当年 对 沙特阿拉伯碰到伊朗的威胁 他也想要买中层飞弹 可是美国就会考虑到以色列的理想 说你这样也会威胁到以色列 他就是不慢 美方的考量很多 对 但是以美国的这个最佳利益为思考 不过台海万一紧张了 这个美中大战万一避免不了怎么办呢 中国大陆是要在印太抗衡美军的话 那该如何呢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王洪亮 他就认为在最乐观的情况之下 中国海军的北海东海跟南海三支舰队 至少要有个两艘航空母舰 未来可能成立的这个印度洋舰队呢 也至少需要一艘 也就是说呢 大陆方面至少要六到七艘航母 才能够跟美国相抗衡 这个专家说法 吴老师您觉得 我想他有他理论根据 我没有放在他原文原点 但是如果我们从 他的新闻报道里面提到的很重要一点 就是为什么要来建立这么庞大的 这个航母舰队 那主要目的是保护 中国大陆现实很重要的经济体 全世界如果用这个人均购买雷算 已经世界第一大 他当然要保护他海上的贸易航线的安全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海上贸易航线要从哪里开始算起呢 要从非洲东部 从鸿海出口几步地 因为中国现在没有这么多航母 但也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也有别的方法可以做 吉布地不是有一个海军基地了吗 然后前几年也演训过 到那边去护航或者撤侨 或者对抗海盗 所以这个路已经做过了 然后从这边出来之后 接下来就是波斯湾阿拉伯海 然后到印度洋 印度洋 前两天你们节目不是讨论斯里兰卡吗 斯里兰卡不是有一个汉班托塔港 对 中国要去租舰 所以就是说你在没有航空母舰的时候 这个要保护海上贸易航线 这些该做事都要做 再来我们想想看 又经过马拉伯海峡 然后绕过东协这些国家 都是中国现在保持良好关系 这些东协使过 然后再来就进入台湾海峡 然后才是他讲的北海东海 对 我还忘了这南海很重要 所以南海要吹沙填岛造岛 对不对 就是都是为了保护他海上这些航线 所以在没有航母之前 这些事情也要做 同时也在做 但是你想想看 进入台湾海峡之后 进入什么东海北海南海 是不是还要靠航空母舰才能维护这个贸易航线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因为航空母舰也是很贵的 还有很多人员训练西装武器 你这个舰载几尖20 现在好像海上训练还不足 所以要花这么多经费 如果是为了保护 目的假定就是为了保护海上航线的话 可能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多骚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虽然感觉上好像大陆现在是比较落后一些 但是其实美军方面也没有这么把握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空军参谋长 叫做小查尔斯布朗 他在接受CNN的访问时 他就警告说呢 美国在军力建设方面 必须跟中国大陆是保持同步的 否则有朝一日可能会面临失败 那这是不是一种相对战力的概念 等一下要请教一下 特别请教一下委员 另一方面呢 美国陆战队 对应这个中共解放军反介入区域阻止 拒止的这个作战想定上面呢 他们希望是在共军火力范围内 建立一个目标区内的部队 但是美国陆战队的前上尉 叫施密特投出军事媒体 他就表示说这个计划有三大问题 质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所以我想先请教委员 军力建设在美方这边 您现在看到目的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我觉得他讲的应该是第一岛链内的作战 那对美国来讲 当然是把你拉出第一岛链 那美军就占有绝大优势 因为你如果在第一岛链内 那经济的补给 那还有导弹的射程 那中方就很容易发 用这个3D的立体作战来跟你打拼 几乎这是主场 对它就是主场优势 不管是作战舰 作战舰当然的 那个作战舰的 那个舰队数也远超过美国 那航母舰队美国你进不来 因为那个风险太高了 你万一被诈撑 那一艘航母就是5000人 美国没有办法容许这样的事情 所以它的航母 未来很可能就是停泊在关岛 甚至是澳大利亚更远 所以为什么才会提出我们刚刚讲 那个远征前进地地 我跟你讲远征前进地地 不是只针对台湾 它也针对日本跟菲律宾 那甚至还有平台舰都进来了 想要创造临时的一种作战的 小规模的分散的战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事实上是整个的 作战模式在调整 那主要就是因为 航母进不了第一岛链 所以必须有不同的作战模式 可是这种作战模式 就是你的作战舰 你的舰数远低于中国 所以它当然就会提出这个忧虑 在第一岛链内作战 美军已经失去优势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美方的战略 你必须要有所调整 大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美国只有退后 不要进来 因为他那个参谋长讲的 三大的问题 不是讲三大问题 他说第一个 前线盟友缺乏协助之意愿 就是要不要参战 对 他认为前线盟友没有参战 这盟友是指日本还是 所有盟友 美国认为什么 特地平台湾都算 他说缺乏 那你美国就成为独立打这场战争 那另外一个纯旧战争 战争来讲 他来讲 如果说他缺乏应对可能发生 带领战争的应对方案 他基本上他很怕是 他希望是避免是美中直接开战 那你要避免美中直接开战 那你就退远一点 对 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 生存问题 美国的持续作战能力 对 也就是说你如果在第一岛链 如果台海战争的话 美国补给线太长了 对对中国大陆来讲 那个是一百 最台海 台湾海峡最载之后一百多公里而已 那美军乘最远最近的基地过来 也是缓不济及 而且他说这些 这些基地都是属于美国的盟邦的 美国真正属于美国的基地是在关岛 关岛几千公里以外 那你在这边如果跟中国大陆军队 直接冲突的话 美国的后勤补给是大问题 所以他点出了一个美军的隐忧 就是说我要打不是不行 但是能够打多久 那另外在台海这边呢 其实有一个更大的挑战 现在美军也在挑战这个解放军 因为根据CNN的报道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里将军 他下令针对过去五年 美国跟中国军队的军事互动 要进行全面审查 这个全面审查 跟这个解放军的军事交流 吴老师您觉得是希望 从当中发现什么样具体的内容 另外就是 中美的交战原则之前有设立过 未来有没有可能改变 交战原则吗 我想应该是沟通 沟通原则 因为这个讯息很清楚 他是在跟这个 中国解放军的联参 这个李作成上将 参谋长先有通过电话 电话内容我不知道 然后就下这个命令 但是我想我推测 应该最可能就是 政治上我们要管控分歧 在军事上要管控擦枪走火 那这个沟通原则建立 未来就不会再发生冲突吗 我认为不会 我认为还是很危险 怎么说 理由是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 这两天你们节目不是有讨论过的 环太平洋军演吗 这次的焦点就是里面有那个无人载具 无人舰艇 水下无人舰艇 无人机 你刚刚讲那个沟通准则 这个unplanned 这个encounter的code 这是人跟人接触 我们是打手语 还讲英文 还是怎么办 可以沟通 无人载具你怎么沟通 无人机飞过来 你来到的只是侦查还是查打一体 只是辨识它的来意 对 你不知道 尤其美军最近在海底下放很多 那个叫做海下 就是水下潜航器 小小的只有两米多 那个还被那个中国渔民都捞起来过 他是希望在海南岛的这个潜舰 一出发的时候就能够侦测到 就能一路跟踪 那这个很多 那你来的到底真的只是侦查 看看就走 还是有可能会攻击 所以将来无人载具越发达 这种未预料到的接触越多 就擦枪走火反而就很危险 那这个怎么样也来 negotiate 就是协商出来一个这个 未预料到接触的 怎么样避免擦枪走火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次这个协调就是 军人员虽然最终可能是目的是要打仗 但他们也要尽量避免擦枪走火 B站其实是最高原则啦 谢谢老师的分析